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從前所真愛 陪上我生命 帶這世界 為愛我命 曾以為有意 盡當作有歲 如雲才失去 空虛無影 認識你 耶穌 認識你 神中最可貴 你是我全所有 我需要我的功力 主啊我愛你 請我心渴望 更多人是你 我已被尋回 淡淡屬你 不再靠自己 全然心靠你 感謝你 感謝你為我 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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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看活泼生命7月17号 那今天的经文呢 在Tri-G纪40章1到16节 那我把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 这边经文很清楚的就是 神呢告诉摩西有次序的 就是在正月初一日 就是立起帐幕 然后接着呢把这些 一些些器物呢 搬到就会幕里面 所以呢我把它就是一个标题 一个小标题呢 就是一与神建立亲密关系 恢复生命次序 那接着呢从第九节到十五节呢 就是讲到就是用高游 神要摩西吩咐摩西 那他们用高游把帐幕跟里面所有的都摩了 就是让这些东西更加的成圣 成为至圣 那九到十一节呢是摩这些器具 然后十二节到十五节呢 就是讲到就是服侍的这些人 就是亚伦跟他的孩子们 跟他的儿子们的高游的成圣 所以我把它列个小标叫做二 分别再分别 圣灵高末成为至圣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十六节最后的 那这边讲到说摩西这样行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所以第十六节我给他一个小标就是三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 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绝书还是向你献上感恩 在疫情期间你帮助我们 因为不能够到处去 而且很多都要在 变成就是在家里 因此我们有更多时间 省去通测时间 省去一些些杂物 让我们更能够专心的在你的店前 就要求你祝福 所有现在在收听的弟兄姐妹 就要包括Best 他们可以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 透过今天的活泼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活泼 谢谢你 听祷告 祝福我们下面这一段时间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首先先分享第一大标题就是 与神建立亲密关系 恢复生命次序 你可以看到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了 他按部就班的 然后告诉摩西 其实今天讲的很多 一些些内容 其实在之前就讲过 因为之前神告诉摩西 现在呢 是摩西告诉百姓 那第一节说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真月初一日 你要立起账目 这边看到真月初一日 如果大家明天去QT的时候 就会看到 在初埃及记40章的17节 他告诉我们 这个真月初一日 其实不是第一年 而是指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 在我们今天的活泼生命108页的旁边 经文的旁边 就是作者也有稍微的注视一下 也就是说他们出埃及一年整了 神呢就让摩西 告诉摩西 他们要立起账目 所以不晓得弟兄姐妹 你们想到 你信主多久了呢 你信主一年了吗 不晓得你是否 已经开始跟神恢复亲密的关系 为什么说立起账目 就是跟神恢复亲密的关系呢 因为其实整个会幕啊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外院 最外面外院 然后圣所 至圣所 祭司要怎么办呢 他要进到至圣所 而且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到至圣所 他必须一步一步的 从外院 摩西一开始 这边提到的就是同祭坛 需要献祭 因为有罪的人不能见神 所以献祭之后呢 会进到洗灼盆 就是要把身 用水把全身洗干净 接着呢 就会进到圣所 进到圣所呢 就会看到圣所的右边 有一个就是桌子上面放了橙色饼 橙色饼的目的是代表 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梁 就是你每天要跟他亲近 QT啊 接着呢 左边呢 圣所的左边是什么呢 就是金灯台 金灯台一般为预表 耶稣就是世界的光 一讲到就圣灵的能力光照我们 所以接着呢 才有办法进到至圣所 那至圣所呢 里面就放着约柜 约柜里面放着法板 就是神重新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法板 然后上面呢 有十恩座 神说他在上面与我们相会 与摩西相会 所以呢 当你信主 是否你已经 真的跟神恢复这种亲密关系 就是透过同祭坛 知道耶稣就是我们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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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高羊 就是除罪的高羊 以至于我们可以 无罪来到神面前 写净我们的 洗浊盆 写净我们自己的罪 接着就可以 来到主的面前 每天领受他的话 领受他的灵的光照 接着就能够到 施恩座 来遵行他的旨意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省思 所以不晓得 你是否因为跟神 建立亲密的关系之后 你的生命的次序 也渐渐的恢复了 恢复成神造我们那时候的 美好的生命次序呢 第二个我们可以来思想 就是分别再分别 圣灵高摩成为至圣 就是今天的 火泼生命的第九节到十五节 你会发现 当神吩咐摩西 要把这些器具 一个搬进去之后呢 接着就是要来用膏抹 第九节他说 用膏油把帐木 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 使帐木和一切器具成圣 就都成圣 第十节 又要抹凡气坛和一切器具 使坛成圣 就都成为至圣 看见没 至圣 the most holy 也就是 当这些器具 还有包括亚伦 十一节到十五节就讲到 祭司也被高摩 亚伦跟他的孩子们也被高摩 就成为至圣 这些被高 被分别出来的这些 这些器具跟服饰的人呢 当再次被圣高油 高摩的时候 就都成为至圣 圣中之圣 也就是其实我们必须常常的把自己 从这世界当中 不断不断的分别出来 弟兄姐妹 可能你在工作当中 你在跟家人的关系等等 有时候真的不容易 因为这世界常常让我们就是里面的罪性就被搅动起来 所以你是否愿意不断不断的靠着神的能力 靠着圣灵 这个高油就是圣灵的能力 以至于呢 你可以不断的分别再分别 以至于你从我们从一开始的有罪 然后认识神之后 就是从不结成为结 成为结之后呢 再把自己分别出来给神 那就是一个圣 接着呢 就更至圣 是不断不断的分别自己 甚至于呢 人碰到你 因为你里面的圣结的神 以至于他也被影响 这就是第二部分 第二个标题说 分别再分别 圣灵高摩成为至圣 奉主的名祝福每位弟兄姐妹 真的特别在疫情期间 有非常多的挑战要去面对的 还有一些些弟兄姐妹 他们的 就是特别是一些些 就是有小朋友的 因为孩子们 都现在放暑假 都在家里 求神高摩 求神祝福 求神帮助 这些父母们 真的可以在孩子面前 在主的面前 胜过这些孩子们给的挑战 能够分别再分别 然后圣灵的高摩 让你成为至圣 最后一个讲到 就是十六节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整个会幕 最里面的就是约柜 约柜里面放了什么 就是十戒的法 就是法版 其实你会发现 神最渴慕的是 期待我们照着 祂的真理而行 因为在神的真理当中 就是一个保护 就是一个祝福 所以今天的火拨生命 十六节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摩西才会这样写 揣迪西是摩西写 他说摩西这样行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的这一生 都是渴望能够照神的话去行 也就是要透过神的认可 以至于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 今天整个的标题 就是讲到神的认可 虽然这些仪式 一步一步的非常的严谨 也非常的holy 非常的圣洁 仪式多么重要 当然重要 可是实质更重要 我常常跟我弟兄姐妹分享说 在士林灵梁堂呢 士林灵梁堂看重的是实力 不是学力 因为实力胜于学力 一样的 我们属灵生命也是一样的 神的认可胜过一切的仪式 求神帮助我们 透过这样的一些仪式 让我们更深的体验到那个精益 就是我们需要神的认可 当我们信主 我们开始靠着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们知道神的法则 知道神的心意 我们按神的心意 去恢复我们生命 恢复我们生命当中 那个错误的秩序 让disorder 就是那个坏掉的 变成order 恢复了次序 这就是神的认可 神的喜悦 这就是我们把自己分别再分别 能够成为服侍神 服侍这个世代的人 这就是成为至圣 我相信神的认可 会再次的在我们身上 而且当我们按着圣灵的高模 其实讲到成为至圣 在这个经文当中 是用圣高游来高模 其实在新约 我们都会认为 这个高游就是圣灵 圣灵的高模 让我们有能力 按着神的旨意行 让我们的能力 恢复生命中错误的那些罪性 能够恢复生命的次序 而且可以把自己分别出来 靠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可以胜过各样挑战 能够被神高模 成为这世代的荣耀见证 成为神所喜悦的 而且呢 我们继续的按着圣灵的光照 我们可以每天的 透过读经 祷告 能够按着神的 明白神的旨意去行 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大小事都是如此 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 有提到说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我再读一次 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 鼓励我们说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为什么保罗用醉酒跟圣灵充满来比喻呢 因为什么叫醉酒 就是被 当你喝醉酒的时候 你就被酒精来掌管了 所以保罗告诉他们 不要醉酒 因为酒能使人放荡 就是失控 而 乃要被圣灵充满 保罗这边说 乃要被圣灵充满 是讲到 是命令是说 乃要 一定要被圣灵充满 也就是要被圣灵来掌管 神的认可就是圣灵 因为经上的说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心呼叫阿爸父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认可 让神的灵来充满你 来印记在你 在你身上有印记 所以呢 鼓励大家 天天的跟神求圣灵充满 以至于你可以 就是在读经祷告当中 按着次序 能够与神亲密 就会恢复你生命的次序 而且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 分别自己再分别 圣了更圣 不仅是得圣 而且是成为圣洁 成为至圣 以至于你的大小事 都是照着耶和华 所吩咐你的行 你就一切亨通 而且成为神的喜悦 好我们一起低头来报告 主耶稣还是要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你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会幕的力气 账目 你告诉我们该如何行 以至于我们可以更清楚的 透过你告诉摩西的 摩西告诉我们 我们更能够摸着你的心意 主啊 是的 让我们的生命都尽到 力气账目的这个时刻 特别我们即将要进到大直心堂 主啊 我们要进到生命的另外一个新的一个纪元 主啊 是的 我们现在不仅出埃及 而是要预备自己进到迦南美利 就是你给我们的产业 大直心堂 求你帮助我们 天天与你 建立亲密的关系 恢复我们生命当中的次序 恢复你要给我们一切的祝福 主啊也帮助我们 当我们遇到一些些挣扎 遇到一些些 主啊就是不容易的时候 遇到挑战的时候 特别在信仰当中挣扎的时候 帮助我们 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 主啊 靠着真理 主啊 因为你说真理使我们 我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使我们得自由 你也说神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自由 让我们在真理 在圣灵当中 我们能够胜了又胜 能够成为分别再分别 让成为你所喜悦的至圣啊 主啊 你也帮助我们 是的在大小事 都谦卑的寻求你的引导 主啊 让我们要前进大直新堂之前 让我们这个软体 先成为至圣 先成为你所喜悦的 让我们软体建造好 一起前进大直 得着产业 谢谢你 听我们在你面前 同心可以的祷告 这样祷告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Santo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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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